各位早晨,歡迎繼續收看耀財財景台 來到我們職場教育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各位觀眾可以把握機會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的電話熱線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身邊的嘉賓是來自耀財證券的研究部高級分析員陳偉聰 Jason,你好 你好,大家好 Jason,大家都很有歡迎 可以隨時歡迎打電話來問我們的問題 不如我們現在聽聽一個電話 喂 喂 是,電話旁邊是胡小姐 是,兩位知事好 早安,你好 我想問八號仔多少錢可以進入和送幕多少呢 好,看到現在八號電信營科是在做三元一毫三 升勢非常伶俐,又在升5%左右 暫時在升一毫半,Jason 是,見到今天八號仔就出了一個消息 就說將接下來的電信業務再分拆上市 以一個信託的形式分拆上市 這個消息暫時獲得廣交所批准 只要說接下來第二大的股東 即是中聯通那邊都答應的話 那就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了 還有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其實他都說 接下來會派送5%至10%的商業信託合定的證券 和一些優先應股權的權證 就派送給一些合資格的股東 所以這個消息呢 我相信對股價來說都叫做正面 那今天升了5%就見到 他曾經最高是上過三個一毫七這些價位 那看回來的話 其實他今天的這個上升 都已經是成功升穿了 之前那條的下降通道 那大家看得到這個 那如果你說在接下來 即是有個回調的話 只要不再跌低那個下降通道 我相信仍然都可以看好些 那暫時我自己覺得 可以買入的價格 就先放在三元左右 那這些位置就看看 可不可以補回今天的列口 去到再入過了 那因為說今天這個消息 純粹都是一個叫初步的消息 那等它真的落實了之後 才會再有機會上的 那在這段期間的時候 我相信股價仍然有機會 在三元至三個一這些位置 先做一個反覆先的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買的話 我會建議大約是三元至三個零五這些位置 就等它回回少少之後 才再去買過 好啊 胡小姐還有其他問題 麻煩 想問多一隻 好啊 三八零零是多少錢可以入得 還有還沒有多少 現在是未有持貨的 是嗎 胡小姐 那看到了 三八零零保理協鑫 是在做三個八 暫時是跌2.8% 跌一毫一指 如果手上未有貨 現在進入好沒有時機呢 三八零零都有很多 就是投資者都可能想問 有些可能之前高位追了貨的 又或者有些可能看到跌都差不多了 打算都是買回一些 那如果你問我的話 這些是水平呢 如果你計過估值 PE方面算是 算是抵抵的 但如果你看過技術走勢的形態方面 似乎就不是特別理想 因為見到之前下跌下來的時候 成交都是不斷在增加 那就是意味著這一陣的沽壓 就是之前有五個七頭幾 跌到下去 就是四元的時候 沽壓都是非常之大的 那也都見到 那股價之前的幾天 曾經有一個反彈 但彈到上去四個二 四個三左近的時候 也都有一個很大的沽壓 令到昨天也是一跌 跌下來 跌了七個百分之這樣 那今天呢 就再度跌穿條十天線 那就是意味著 新一輪的跌浪 有機會會是展開的 那如果你說接下來 那個股價真的跌穿三個六毫二 就是之前的低位的時候 他再下市的空間 就有機會看回去 二月初那些低位 大概是三個一左近的 所以你說真的 跌穿三個六的時候 我都建議胡小姐 可以去回三個二 到三個三這些水平 才再買回 那坦白說 如果你說那些位買的話 我就覺得股值是非常之抵 因為始終你說保利協欣 所做的那些業務 所生產的多精龜、龜片等等的產品方面 接下來的需求仍然都是龐大的 特別就是說 當現在是歐洲方面 德國都說 宣佈暫停會用核電措施的時候 接下來我相信 都會繼續支持一些新能源 包括就是太陽能、風力發電等等的 這些機制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說真的股價有機會 落回三個二、三個三的時候 就可以去選擇趁低級立的 謝謝Jason 胡小姐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 謝謝你 謝謝你的電話 另外Jason 想和你看看市況的表現 看到市場人士 預測可能短五折前 人行可能會有加息 這個消息 還有相信 短期內 港股的勢頭都難有運去行 我也想和你去談一下這個問題 看到現在恆生指數 暫時跌99點 到23,154點 而整交流方面 暫時有206億 國企指數暫時跌101點 到12,875點 也想問問Jason的意見 你又在這方面又怎樣看呢 如果你整個市的看法的話 我暫時來看還是淡一點 因為都是那句 見到現在國內方面 資金面還是比較緊一點 加上接下來 端午節的前後 中央方面 仍有機會繼續調升息率 以及當到6月中的時候 公佈CPI的數據 也有機會繼續創今年的新高 去到5.5 我相信中央收緊銀根的政策 暫時來說 就不可以說有所改變 當然國內的銀根這麼緊 資金自然無意欲去到入市 又或者計算企業盈利上來看的話 有很多工廠 又或者重工業的企業方面 其實近這兩個月的盈利方面 都開始見到的增長 是有急速放緩的 你看近期的經濟數據 無論是國內方面的 一些PMI的數據 又或者見到美國方面的 一些就業方面的數字方面 亦都做得不是太過理想的 如果你說市場的焦點 由之前的 即是怕去繼續加息 又或者怕通脹 這件事就轉過去 即是怕之前是近縮政策底下 令到經濟增長 有機會會有一個比較 即是急速放緩的時候 對於整個大市的氣氛 都會有一個 幾不利的影響在這裏 所以暫時來說 我自己覺得恒指去到這些位置 都可能有機會 繼續下市低位 暫時看一個是幾大的支持位 都可能要看回 由3月的低位 拉上升軌上來 大家見得到 現在上升軌就升到上去 接近22,700點左右 我相信這一層的跌浪 有機會再試一試 22,700至22,800點這些位置 去到那些位 如果你說不跌穿 這條中短期的上升軌的話 大家就可以考慮去這些位置 再度吸納一些優質的股份 好,Jason另外想和你談談 沽空比率的問題 看到昨天的沽空比率 有11.36% 是2009年3月以來 這兩年最高的水位 你又怎樣看這個消息 其實沽空比率方面 見得到這麼多 短期的後市還是比較淡 但是留意一下 如果你說近期這麼多人做淡倉的話 當市一旦見底回升轉勢的時候 整體的反撲力度會非常之大 亦有機會出現一個夾倉的情況 到時候大家如果真的沽了放的話 就記住要開始平山倉 謝謝Jason的意見 現在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仍然問答環節 各位觀眾歡迎打電話給我們 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再見